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中他聊到自己最爱看的两个节目就是《中国好声音》 那一在舞台上招揽学生的时候也是与手起招 可以说他看上了学员那绝对是要使出浑身解数去争取的 甚至还会说跟着我带着你出名带你上我的演唱会 不过你要知道的是纳音这样其实就是在舞台上说说 因为他逼着姚贝娜选择了一首不适合的英文歌曲 使得与冠军私之交运 另外一点就是节目为了自身的收视率 花天价请来了在华乐团举足轻重的周杰伦 很多人也是为了周杰伦选择观看好声音 不可保认周杰伦的加入为节目带来了新鲜的血淀 但除了段子手和小红主外 周杰伦作为评委本身的专业程度和刘欢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在采访中 陈美思直言喜欢中文好声音 喜欢看台上评委们联系 陈美思老师的回答让人大感意外 好声音的导师表演得太好了 太精彩 太浪费了 连续的感叹 任人听的人他真以为陈美思 老师真的是在花岛上面表演 他说我歌听得少 更多的是看的各几个呢 对于这些人评委表演得真好 真情对了 周飘 我们在舞台上在画路上很难做到这个程度 用表演真好点评了 他直言称因为几位评委在台上的表演实在竞争 我觉得对他们表演的提高特别有好处 表演真好 陈美思要是表示我绝不是粉丝 我是好美人 我知道他们做的跟真的一模一样 他们相互之间的那个默契 说实在我们在舞台的话语上很难做到这个程度 几位老师是在相互的配合一起演节目 而这个节目的本身并不是歌手唱的如何 更在于导师们的现场表演的 万一哪一天我混下去了 在毛生路的时候也去当评委混混 没想到陈美思就这么一针见血的 全程不在张智的 把两大热门中意评论了一遍 引起不少网友表示 陈美思老师讲得真好 尽说大实话 当然也希望陈美思老师永远没有那一天 好了 今天我们就是个人 请关注大西流量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